火烧的面皮是非酵面,与水饺皮一样 火面时不能用滚烫的热水,也不要用凉水 夏天水温控制在60度上下,冬天至少要80度 如此活出的面特别滑软,不能活硬了 再加上用油浸泡,这样烤出的火烧才能是金黄色 这个面为什么要泡在水里啊 我泡在油里 就是为了不粘 火烧的馅儿一般是猪肉馅儿,用猪肘肉,七分瘦,三分肥 火烧的馅儿一般是猪肉馅儿,用猪肘肉,七分瘦,三分肥 腌制几个小时 剁细了放盆里 切上葱花,浇上油 混入鸡蛋羹,海米,木耳,搅匀 这样馅儿才够味 现在的火烧还有韭菜,青椒,豆腐,土豆,海带,菠菜,茄子等素馅儿,品种有十多种 这个上边就是各种各样的馅儿是吧 口味不同 火烧需专人制胚,专人烧制 烫火好的面剂子两个叠在一起 按压成皮,挖一大勺肉馅儿在面皮中间 就像包子一样包起来 揪去收口处多余的面,压成饼状 这样烤好的火烧,见不到褶子,不缝 好丝肉馅儿原本就在里面 传统奥子土炉子,炉顶铁板,炉中空 糖壁中间两层铁板,底部点上无烟煤或炭火 面胚制好后放在奥子上煎烙,两面崩提后定型 然后放入炉内,沿炉糖还放十几个火烧 根据生熟程度不断用月牙铲掏出,变换角度 重新送入炉内烤烘烧 这个就是最原始的那种炭 一个接一个,不间断调换位置和方向,细心谨慎 肉火烧不容易破,反而素馅儿的火烧容易漏馅儿 带火烧烤的鼓起来,皮酥肉烂,鲜香四溢 差不多十分钟就可以烤熟出炉 又 nonsense 鏡头发烈烤烈烈烈烈� safe 开了 正常的时候上,潮辣牛腺箱头都排卡 有排卡的有排卡呈也有排卡 这个是煤吗 煤泥了都成了是吧 最传统的那种炭火烤 这种原始方式的土螺子 烤出来的火烧好吃很香 现在的火烧铺都改用电烤箱或天然气 味道差了些成本更高 许多人仍然喜欢土螺烤的肉火烧 传统工艺的寄产 是传统美食保有老味道的基础 肉火烧最早由炭火炉烤制 在山东制作火烧称为打火烧 讲究三分煲七分烤 火小了火烧会被烤干 火大了会糊 要用中火烤制 维馅肉火烧 又名酥皮肉火烧 烤的火候是里面的肉馅要熟 外面的面皮要烤制金黄色 两个都打过的都打了吗 两个都打了 两个 原来这个是别人了 刚出炉的肉火烧散发着面香、馅儿香 香气在空气中弥散 肉火烧皮薄馅多 外酥里软 鲜香味美 轻咬一口 两面焦酥 馅鲜嫩 皮叶薄薄的多层 口感好 油水滋液 火烧铺内顾客络绎不绝 不管是不是吃饭时间 总能看到排队买火烧的人 而厨房内外 分外忙碌 吃火烧的人 大多点了肉火烧 回头客不少 也有专程而来的外地人士 这种烤法如果是用现代机械的 还真不好烤 这种炉子应该很快绝技了 来转个玫瑰 workplace YA JJ 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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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士吃火烧 一般是两个肉的加一碗喝的 也有一肉一素搭配来吃的 饭量大的可以吃四五个 甚至更多 靓女一般一个就够了 火烧铺子一般营业时间为早餐和午餐 违线肉火烧铺子里 厨房人员一般凌晨的三四点钟 就要开始准备和面 制作各种火烧馅料 早晨六点钟开始营业 一直到下午三点左右 忙完了午餐 老板员工就要收拾好店铺 回家休息或备料了 明天能卖多少个啊 烧饼 我觉得这种速度几千个都不值啊 对啊应该是上万呢 应该也是多年的老店了 这家餐馆是维方当地较有名气的火烧铺子 受到原料价格的影响 肉火烧一个月内价格由2.5元到3.5元 直到现在的4.5元人民币 如果下周取消了传统无烟煤奥子 改为燃气楼 成本就会再次上涨 大家买到平价火烧就更不容易了 好在速火烧价格一直维持在每个两元 健康又实惠 价格攀升之前 餐馆每天销售数千个到一万个左右的火烧 价格变化了 就没有那么多的销售量了 餐馆厨房有五个人 收营一人 豆腐脑一人 这样规模的火烧铺子就算大规模的 火烧铺子的师傅们手艺很好 看看排队的人群就知道了 在围方说不上哪家的火烧更正宗 各店有自己的独家女方 而每个人又有自身喜欢的口味 咸年舟当地俗称甜末 火烧铺子自家会烧一大锅咸年舟配火烧吃 咸年舟现在用玉米面 早鲜都用小米面 很多人吃火烧的时候喜欢配甜末 甜末并不是甜味的 是用麻油和葱姜爆锅 放入豆腐干、提蛋丁、粉条段、菠菜叶、盐、酱油等调味品熬制的咸粥 只是像甜末而已 有的人喜欢配豆腐脑 再加上一叠烟小菜 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凸显了肉火烧的鲜美 火烧铺的旁边总会有卖豆腐脑的 火烧铺开到哪里 豆腐脑就刚到哪里 有人见到旁边的豆腐脑就要意外 豆腐脑配火烧也很入味 掀开大桶 白烹的热气从桶里深腾出来 一股豆香味让人头脚垂涎 把豆腐脑弯到碗里 盈盈白白 倒上鸡汤 放两勺韭菜花 一勺辣油 加上咸菜丁、香菜末 滑嫩鲜香 老豆腐和甜莫价格都是一碗 1.5元人民币 肉火烧要吃刚出炉的 一定要趁热吃 如果凉塌了的火烧就不好吃了 刚出炉的火烧很烫 很烫 中间凸起 里面带着锅气 但是老维仙人都爱吃这烫嘴的第一口 此时千万不能着急 刚出炉的火烧肚子里全是热气 先轻轻咬开一个小口 待热气缓缓散出 便可大块躲鱼了 要不然猛地吃一口 灼伤嘴唇 烫着舌头 可别怪安妮没提醒哦 热火烧虽然很烫 却还是忍不住贪吃 鲜嫩可口的肉馅 几种普通原料 吃起来却让人意犹未尽 肉香扑鼻 再配上一碗鲜香的豆腐脑或甜末 快意人生 从饱满的精气神开始 漫漫人生路有不同的美食和风景 远在他乡 远离故土的你 在奔波的脚步中 不能忘怀的正是那人性中的良善 和对亲情的思念 这是家的味道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爱你们 下次见 谢谢